音樂 你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肢體語言 在進入密閉室內空間的時候 或者是便宜商店 或者是公共場合的時候 給不認識的陌生人 一個很簡單的點個偷 一個善意 主動出示善意 那每個人都這樣做的話 彼此跟彼此之間的距離會不會 那個恐懼感會不會消失一些呢 會不會變得更好呢 所以我就寫了這個主題叫做點點頭 那口罩戴著身在眼睛 我們還是可以對這個世界表達善意 然後剛剛在討論歌詞的時候 聖哥就打給我聊這個東西 那我們就把歌名決定成是對世界點頭 原本是長這樣 然後現在把這個鼓組就MU掉 然後換成我拍手的 然後還可以加進來 鼓加進來就可以了 隊長突然有一天發起了這樣子的一個 呃...project 然後要我們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當然我們是全力支持 因為那時候大家一聽到 呃... 綠隊隊長問我們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是直接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那也在很趕的時間之內 完成了這首歌 然後到錄製 就這幾天我跟鼓鼓真的是 每日每夜 我們應該把我們這輩子 聯絡的寇搭都用完了吧 大家聽到是 呃...比較有起雞皮疙瘩的 因為因為谷歌他有跟我 呃...解釋過這首歌 然後他說因為 像我們現在我們大家都戴著口罩 然後我們的溝通可能 也不能這麼這麼緊 那唯一的就是用我們的眼神 跟我們的指示 就是去給人家鼓勵 我在錄音室的時候就把自己交出去 聽了很溫暖 其實就 就得到一股力量 我覺得這個時候很... 大家都其實心情很大 需要一些很hyper的東西 來給大家一些振奮一下 我覺得這首歌一定會為大家帶來很大的能量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時候 然後集結大家的一條心 然後傳送這個正面能量給大家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非常的有意義 真的會有那種... 第一次聽我是會起雞皮疙瘩 就是哇... 那種狀態是在那邊 很想把這首歌分享給大家 很久以前不是有那個SARS的那種抗力歌曲嗎 那時候就覺得 這個歌聽起來很孤魯人心 然後也真的好好聽 然後今年也有 然後沒想到我們自己全民心也有自己的一首 覺得很開心 然後你怎麼可能靠近 記住我們的心